Microbit的擴充硬體 Microbit一片大概在500塊左右 有些賣600 反正應該算是蠻親民的 那它是不是真的很便宜 見仁見智 那它的問題點都還會在於說 這樣子的一個硬體 它的電壓只有3V 它的輸出孔是很難去 讓人家去接其他的感應器 然後很多感應器它的輸出部分 它是要5V的 所以除了運用它現有的感應器以外 如果你想要外接很多不同的感應器 會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之前展示過用鱷魚夾去夾 那會造成 有一些人覺得說學生在學習階段 你要去接這麼多 那線路就會有一點複雜 那比方說你要做Touch或者是其他的時候 那就有點麻煩 於是外面很多人設計不同的擴充板 它的擴充板方便你去接 像這個擴充板它還有附導線給你 那你就可以使用Arduino的感應器把它接上去 然後去做一些不同的感應偵測值 那這擴充板也不一定只有這一款 我們目前看到還有很多不同款 像這裡 也有不同的款式 那還有很多平台也都有賣 Microbit的擴充板 甚至有人做自走車 Microbit自走車 如果你搜尋一下 好 甚至有人也寫出了怎麼去做 他的腳位怎麼接 自走車長這個樣子 那你要接一塊馬達板 馬達板這邊就有一塊擴充板 甚至接了超音波感測器 那這是外接電源的部分 那這複雜度就不會比Arduino還少 那基本上不管是Microbit 不管是Arduino 它在外接各種感應器的時候 你都會遇到相同的狀況 在教學上一個是收這些零件 另外一個是這零件的接的腳位 你要了解數位輸出 類比輸出 類比數位輸入輸出 還有 假設你還有自動的話 電壓電阻的各相關的問題 像這邊寫得很清楚 有輸入輸出 然後12V 5V 那大部分人家都會採用像這種 三號電池或者是鋰電池輸出 這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一個單元是告訴你 它就是一塊開放硬體的板子之後 可以外接很多的輸入輸出 那這邊有腳位 有腳位 網路上是查得到這些腳位做什麼用 可以怎麼用 哪些可以當類比 哪些可以當數位 有些是數位轉類比 所謂的PWM等等等等 那你要去了解它之後 然後你再去接 假設像這種馬達 你必須馬達有正轉反轉 馬達有馬力的輸出 那這些值都要靠這些腳位來支應 它是可以接的 那Arduino的接法也是一樣 也是靠腳位去接 然後馬達的原理在電子學上是相同的 反正它就要正轉反轉 還有馬力的大小 那如果其他不一樣 超音波感測器 它是用什麼原理去做 那你需要 對這一塊有興趣的話 你要需要去了解 去找文件 或者人家的教學檔案 去了解之後 你就可以依照它的方式 做出自己不同的變化